实际其实应该在个别变更的时期 在社会对他有这么多的争议的情况底下 那个时候就应该要无条件的测案 那现在呢 已经建入了内湖区的通盘检讨的状况底下 其实测案权未必是在实际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所提出来说 他即日测案这个部分恐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现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仍然发表了说 社会对他们有诸多的误解 我认为显然测济这次的记者会并没有真诚的反省 让人家觉得说今天开记者会还是只是要止血而已 第三点对于测济内湖的内湖案呢 本人大湖里里长以及我所属的内湖保护区守护联盟 我们仍然一本初衷 我们希望实际他还他不要变更 我们希望实际在保护区的规范底下依法办理 第四点台北市政府应该对于这块基地 目前已经是对于都市山坡区防害排水的这个部分 他应该要做出改善计划 安排其成然后而且要命令地主负起责任 发展局都发局也应该对于此处相当庞大的超大型的违建 做出拆除的计划 也应该要安排其成 然后并且确实的执行 第六点就实际目前违法使用保护区的状态 包括他成立了毛毯 仓储 环保回收站 甚至于有中央厨房等等这样的设施 这都是属于违法的情况 我们认为实际也应该要在这个部分 好好的思考要合法的使用 能够使用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能够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而且我必须要提醒一点 仓储建筑物 它的安全需求比其他建筑物更高 在这里做了毛毯的仓储工厂 我们希望台北市政府应该对它的消防安全 好好的检视一番 如果将来这个部分发生了消防安全上的问题 我不了解这是实际应该负起责任 还是台北市政府要负起责任 这些毛毯都是由保特平抽杀所做的 也就是说它就是石化原料 万一如果引起火灾 这是一发不可收拾 非常严重的事情